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亲爱的宗室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古怀大丈夫陈建成 来 我们今天继续 集团作帐已经积极如律令 即将到尾声 那其实最近有一些集团作帐股 已经从高点陆陆续续怎么样 都已经开始 从95 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到96 已经都陆陆续续康荣有回了 你看从第一季 我们1月2月一直告诉你的爱普到340 现在300块已经怎么样 岌岌可为了 至少就提早作帐完毕了 然后威风店 新唐 在上上礼拜 细股银行倒闭那时候 第一点我们低接之后 到上礼拜五一波上来 这两天也都怎么样 作帐便结账了 拉得很快 拉回很快 新唐 然后回到我们当初3月11号 3月13号的那一天低点 今天141.5又来到了 然后威风店 230 破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会员写的这首诗送给大家 我之前有跟各位拿出来给大家看过 盖牌现行不要乱拆 然后等待开牌慢半拍 拨通电话跟上来 抓紧节奏赚起来 我节目上我开牌的股票 我都告诉你 我们的价差都拉开来了 就好像说威风店 你都知道买208 我说我们胜率之所以高 是因为我都不会带你去追高 我不会带你去跟别人 现在台面上 早上财经节目连线 不管是5857 两台都可以 哪一台都一样 早上那些财经连线讲的 都是热门股 因为为什么吗 因为不是热门股 他们不会让你拿出来讲 因为电视台就是要讲 有人气的才有人看 但是你没有发现 电视节目看那么久 你真的赚到钱了吗 你没有发现你通常都 买的股票都已经是很高的 有几个分析师在财经节目 会跟你讲那个股票在底部打底 然后没有亮的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没亮 没人买 就没人看 就没人买你的单 就觉得你这个分析师很差劲 你把我的话好好再想一遍 因为在打底的股票没有亮 没亮就是没人买 没人买的股票 分析师跟你讲 就没人看 没人看这分析师 如果讲这股票 就会被人家讲 这分析师很差劲 所以我告诉你 而全中华民国 最差劲的头顾分析师 那就是我 为什么 因为我都带你怎么样 三头斜照 去买怎么样 没亮的股票 去买什么 买被法人砍下来的股票 被投信弃养的股票 所以威风208 对不对 新唐 新唐我们长线部位 是买在130几 135 135到现在 就算160没带你卖 140现在还是赚 但是你去买150以上的人 你看看 你的胜率怎么会比我们高 对不对 那更不用讲说 这一波到160 我们会员 我说我股票 我有分短中线跟长线 我光这个140到160 你知道我们价差 做好几趟 不要说到160 就因为上一波 就到158 拉回再到160 所以就说140 光145到155 这个10块的价差 就可以做好几趟 但是如果说 你喜欢在高点 趁热度的人 你就为几千块钱 但是要去追高 你就必须怎么样 盘就要盯得很紧 这样操作就会很累 好 所以集团桌上股 快到尾声 我们一档一档都怎么样 照着节奏 有没有 低阶 然后怎么样 布局 最后这几天 一个集团 一个集团 拉上来 只要一拉上来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走人了 只要拉上来 我们低阶 我们就要走人了 但是多数的分析师 没有像我们这样 这么有耐性 从低档就不好 就在那边等 等什么 等九二 献龙在田 立见大人 等九三 对不对 君子终日前前 是不是 立无救 对不对 等九四 或要再冤无救 等到九五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我要怎么样 我要下车了 你爱追让你去追 你爱买给你去买 连我们几千年 四五千年老祖宗 福西市的智慧 到周文王 就把这个益金给写出来 这么简单的钱挂 拿来做股票刚刚好 你都不会用 你不会用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你没有学益金 第二个 你学了益金 你不懂得把它 运用在股市上 第三个 你看那么多财经节目 没有人教你用 那现在 从一月到现在 你看我节目一记了 我已经讲好几次了 这么简单的心法 你如果会用 只要你跟着我买 趋势成长股 我所谓讲趋势成长股 这公司 不用担心景气好坏 它都有生意可以做 景气不好 公司少赚一点 但是不会倒 景气好起来 它就会大赚 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对不对 所以集团股 我昨天跟你讲说 有两档 只剩两档 到今天 来 红杰科标出来了 红杰科标出来了 我的口袋名单 我的口袋名单 还有一档 还没涨的 等到上来 我就给你亮牌 如果到了明后天 礼拜五 还是没涨上来 我一样会给你亮牌 这就是一个 有没有负责任的分析师 有涨没涨 我都会交代 来 红杰科 今天标出来 红杰科 一样 我同样用这一张 我同样一张 我就可以拿出来讲 同样拿出来讲 我就可以让你去做印证 3月11号 我在金华酒店办 实战分享会 甚至派对与成同乐 有没有 来 请你看一下 我这一张 我还叫现场的来拍 赶快拍照拍照 因为我们在金华办 场地费比较贵 然后我又请金华准备点心 你不是会员 那我给你收1000块 因为点心很贵 场地费很贵 因为全中华民国没有几个分析师 有这样的规格 会在金华办 你看我的声量 那你就大概知道了 我就是会选在金华办 我不会随便给你找一个 小场地 这是我的规格 来 有没有看到 这个先生的头在这边 旁边看过来 是不是红杰科 是不是红杰科 我还告诉你 这先生的头 这是谁好不好 这就是我建宗的高中同学 在台电上班 在台电上班 已经做二十几年了 核能专家 他都怎么样 他还很认真的来听我上课 讲到红杰科 我这同学怎么样 我这同学他就手上 听我讲完 听我讲完 十一号 十三号礼拜一 就是我们去滴街 新唐滴街 这个 新唐 立志 有没有 新唐立志 威风 那一天 十一号 他就开始怎么样 一路买进红杰科 所以他的成本呢 大概在七十五附近 七十五附近 那你看今天的红杰科 最高呢 涨停嘛 有碰到涨停嘛 九十点五嘛 对不对 这红杰科 今天有走势嘛 那如果 七十五的成本 十张 这样多少 十五块 十五万呢 才短短几天 才短短几天 好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红杰科 请你看一下红杰科 最近 外资是不是天天买 外资天天买 投信这三天 才开始一百张 一百张的买 可是外资 在买之前是干嘛 是在卖耶 有没有看到 三月十五号 他还在砍耶 有没有 三月十五号在哪里 来 这个是十六号 这十六号 十五号他还在砍 有没有 十五号他还在砍 我的演讲会 分享完 你可以买在这边 你可以怎么样 往下买 就你发现 当投 外资在十五号 砍完十六号 十六号 最低的时候 他在干嘛 他开始一路 往上买上来了 所以这几天 是谁在买 不是你跟我在买耶 我说这几天涨 就是外资 有没有 天天抬轿耶 来 你有没有看到 天天抬轿耶 他在低档 大买一千多张之后 每天就开始 陆续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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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抬 天天抬 到昨天 小麦 转小麦 投信怎么样 还要再来 趁热度 然后呢 今天 来 爆量了 爆量了 流上一线 爆量 流上一线 所以 万般拉抬 干嘛 为了出货 那你们看到 拉抬 大涨 很多人就要 开始带你来买了 那你怎么不 80以下 我的演讲会 那时候 还有75 演讲会完 正好戏骨 倒闭利空 往下杀到71 那时候来买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来看 我们有会员 买78 15张 我们有 这个 有人买 来 77 71.6 更早之前 买在68.7的 有没有 我说我一档股票 随便 一档股票 你随便 连几十块的股票 你随便都可以 一张赚2万 你看 68块 一张6万8 到今天90高点 一张 2万啊 对不对 你就当7万好了 好不好 7万到90 今天9万 来 是不是 我说 不要说一两百块的 我说连 低价的 780块的 670块 一张都可以 随随便便 赚2万 有图有真相啊 这个今天 我们的会员贴给我的 对不对 他写什么 卖出再一次怎么样 稳稳的幸福 卖出再一次 稳稳的幸福 入带 感谢老师 我每天扇子拿起来 我说怎么样 富贵稳中求 你可以接受 慢慢变富的 你可以愿意跟我 低档抱股 抱着的 时间到 一档一档 获利一路代 为什么我说 我的胜率 可以说全中华民国 投顾最高的 因为我怎么样 我永远不会带你 去跟别人 趁热度 我不会带你 去帮主力 帮投信 外资抬教 我都是他们杀完 然后怎么样 开始 低阶布局 做什么 做潜荣啊 低阶布局 做潜荣啊 有没有 做潜荣 你才能够享受到 怎么样 被利剑大人 抬教的 怎么样 的幸福 好吗 所以你看到 集团股 一档一档标出来 有没有 那还没标的 我刚讲嘛 最后一档嘛 对不对 不管到明天后天 有没有标出来 我都会亮牌 我都会亮牌 因为我就说 我这个人 我是人前人后 是一个样 我带会员怎么操作 我在节目上 我就怎么讲 就算资产股票 没赚 我亮牌 我都不怕被你笑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说 太多人参加投顾 都发现怎么样 都被骗嘛 老师在节目上讲的 每一天都涨停 那结果呢 自己参加之后 怎么都没有 都被套 那为什么 没办法啊 他为了要骗你路费 只好怎么样 只好都是拿涨得出来讲啊 会员有没有 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敢在 前面直接把我的底牌 掀出来给你看 没有人 我敢说全中华民国 投顾分析师 没有人敢像我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我很实在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因为这样子 我晚上有没有 我睡得着觉 我吃得下饭 我笑得出来 我不怕走出去 被你怎么样 给看报道 好来 那我们这段时间 我说从一月到现在 我们跟你推荐的股票 对不对 我在节目上 有跟你讲的 整个涨幅 你都可以看得到 从推荐到它的高点 我也都提醒你 不要随便去追高 我走了 我就告诉你说 我走了 告诉你不要跟单 我走了 在涨 你去追 你赚到 那是你的运气 我再给你讲一次 那是你的运气 但是如果你股票 已经做了好几十年 大哥大姐 你都也有到一个税数了 甚至你现在是拿着退休金 在操作股票 在赚退休生活的费用的话 我建议各位 不要再靠赚运气过日子 我说真的 赚运气今天赚了 那就是运气 明天亏了也是理所当然 你完全都没有把握 那为什么赚钱 你要赚的一点把握都没有呢 所以不要再赚运气 再用赚运气的方式 再做股票 好不好 好 那宏杰科你看到了 接下来呢 我说还有一档集团股还没涨 那集团股这个时候 你不是要再跟我做集团股了 因为我们是早就布局好了 我是等涨上来的时候 我让你知道 到时候没涨出来 这一档我也会让你知道 但是呢 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要去布局怎么样 布局集团因为已经要做完了 你现在跟我布局第二季 第二季营收成长了 法人基本上 包括大股东 他都是会领先布局 所以你现在也不是要再去买 第一季什么营收不好的股票了 你现在还可以去买 第一季在5月15号季报公布之前 然后有拉回三头鞋照 你可以买 因为在第一季季报公布之后 会有利多 这中间会有一大段你可以做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都是节奏 但是这个节奏 不一定是用你手上的股票 我这样你懂吗 好 这是第一个 我的接下来第四季 第二季 四五六月我要操作的方向 你们刚刚已经看完我第一个月 我这第一季的操作了嘛 这一季有经过农历年前 这一季有在去年的12月半导体股拉回 我去日本滑雪那时候 我照样带你低接 是因为我就是要来布局这第一季一整个季了 那第一季有在经过过年前 农历过年前你不敢报股 那时候我叫你要跟我报 在经过228前 我照样跟你讲说 三月还有集团做账 你要报好 好 到三月 三月中经过戏股银行倒闭 道琼大跌等等的这些利空 我照样跟你讲说 大盘拉回有限 因为农券回补还没补完 到月底再来说 现在月底到了对不对 所以我过去跟你讲的 你都可以忘记了 因为时效都过了 什么集团做账 什么农券之回补都已经结束了 所以结束四月的大盘就会更震荡 那更震荡呢 你会担心说 那我手上股票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股票 是钻石股还石头股 如果钻石股 那当然对我来讲 没有大盘的涨跌问题 就是只有能报不能报的问题 这样你懂吗 所以你手上有什么股票 我不知道 你利用广告时间 你赶快怎么样 把我的赖加进来 你要不要花点时间 好好来跟我讨论 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遇到四月 股市开始波动的时候 你的股票到底可不可以报 可以报的 我会叫你报老 不能报的 不能报的怎么办 不能报的很简单 赶快跟我怎么样 狸猫换太子 跟我狸猫换太子 石头换钻石 这样你懂吗 好 那刚刚讲完红杰科 我们又一档很漂亮的 稳稳的幸福 今天大盘开高走低 对不对 今天我们手上有一档股票 逆势上涨 涨多少 4.16% 4.16% 涨8块 8块 明天再涨一天 那又是要2万 一张又要2万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股票 一张要赚1万2万 很容易 来 这是它的现行 这是这一档股票的现行 山头 斜照 却相赢 有没有 底部你错过了 没有关系 它还在这里 这整个来讲还是底部 这档股票 如果从这边 要回到前波高点 你知道是多少吗 一倍 一倍 那什么时候会到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都有可能 但是呢 重点是 你的买点决定你的胜率 你要够低 你都赚得到 好不好 这个我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过 就是隐藏版的台积电跟特斯拉概念股 隐藏版的台积电跟特斯拉概念股 价差 百元 它回到前波高点 价差不是百元 是200 所以我只是给你抓很保守 一百元的价差 你就可以赚50% 就是这样 这一档 如果你要跟我提前布局 哪怕是用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你可以稳稳的赚到 那才是你的 没有办法稳稳的赚到 跟着大盘下跌 去乱杀股票 乱砍股票 然后从10月到现在 或者去年一整年 利空你都没赚到钱了 那代表怎么样 你的节奏不对 好吗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操作这档股票 利用广告时间 我说我只带你买GEO股 还有怎么样 有竞争力的公司 利用广告时间 直接来跟我标股全铁打班 我只限时开放两天 因为是月底 这个全铁打班的专案 我一年会期给你超优惠的甜甜价 一年会期超优惠甜甜价 我只开放两天 请利用广告时间直接拨通 02 25 42 99 77 来 宏杰科这几天从71级拉到90 我是不是说前一阵子 我们有个会员跑去泰国 全家带出去旅游 有没有 我跟他讲说你去玩 会费我帮你赚 更正 这个旅费 旅行的费用我帮你赚 回来赚了威风 赚了什么新唐 一档一档飙上去 今天呢 艾普涨到90 对不对 他自己写说 宏杰科涨了 有没有 终于回温了 问我要不要续报 你看哦 接着他自己写 太开心了 真的如老师说的 股票是能报不能报 老师让我获利多多 就一直跟着你 苍苍久久 黏着你 清代班的会员自己写的 好 那回过头 我刚刚除了讲说 这一档 这个台积电 隐藏版的概念股 然后呢 还有这三档 这个 AI真转股 有没有 也是台积电的 另外一档 隐藏设备股 然后呢 车用豪金股 是车用跟伺服器 题材的个股 再一档 储能翡翠的 这一档个股呢 第二季的这个什么 第一季有新的四条产能开出来 营收在第二季会再暴冲出来 总共这四档股票 你要来跟我操作 来 我就这一个 最后这两天限时开放的 标股全力打班 一年会期 超优惠天天降 一年会期 会期长短其实不重要 重要是 你要能够跟我一档一档 富贵稳中求 稳稳的获利入带 百分百的胜率 才是你要的 好吧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祝各位 股票 支支大赚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逅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打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